最後一題 這一題有什麼不同 你看到最後一題有什麼不同 我們國中的考驗題目 基本上都假設電池沒有內電阻 導線也沒有內電阻 現實生活裡面是都有 可是在做題目裡面 我們導線都是沒有電阻的 但是偶爾會奉出一題 電池有內電阻 這個又有此多題 所以我這邊只做了一個 立體幫你講解 但是沒有再額外做練習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不多 你馬上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按照以前學的電壓如果是1.5伏特 電阻是0.5歐姆 電流應該多少 3安培對不對 那只有多少 1安培 然後什麼意思 表示我想提供1.5 可是我沒有提供1.5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有內電阻會消耗 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有人做法是 把這個電池拆成2塊 1塊就是沒有內電阻的電池 再去串一個內電阻 好 一個沒有電阻的電池 再去串一個電阻 就變成這個叫做有內電阻的電池 可以享受到1.5伏特嗎 沒有 如果那個燈泡享受1.5伏特 大概3安培 那只有幾安培 1安培 所以你能不能用1.5伏特做 不能 你能用多少做 電流做 我確定串連電流一樣 所以我知道電流知道電阻要求功率 所以我 要算燈泡功 要用VIR去求 但是我要用I平方R 因為這題我是知道電流的 我不知道它想受到電壓 所以帶進去 幾點I平方R 就算算是0.5瓦 算算0.5瓦 OK嗎 好 下一個是 電池提供多少 我電池想要提供1.5伏特 是 通過的電流有 1安培 所以我曉得電壓跟電流 對嗎 那小 是 有電壓跟電流 那我可以怎麼求功率 P等於IV嘛 就一個 提供的電池 就是呢 理想的電池 它是沒有內電池 所以它也不會用到有電池的公式 然後這樣做 OK 好 那就帶進去 P等於IV 算算是1.5瓦 好了 來了 問題來了 我的電池提供1.5瓦 燈泡 就要多少 只得到0.5瓦 對不對 應該是 總提供給你總消耗 對不對 那現在消耗起來沒有消耗那麼多嘛 要什麼意思 我自己的內電池消耗了 我的內電池消耗了 所以我請你算內電池有多少 方法有很多種 第一種 第一種 你根據我提供1.5瓦 人家只得到0.5瓦 我消耗了1瓦 用我消耗了1瓦去上我的電池 去上我的電池 我的電流有幾安培 我要消耗1.5瓦 消耗這麼多瓦 那電池有多少 第二個就是 我剛剛講過 你想像這個電池 是一個沒有電阻的電池 串一個電阻 那這點是兩個電阻串聯對不對 那兩個電阻串聯 怎麼樣在1.5瓦的電壓下 兩個電阻串聯完之後 電流會有1瓦 電流會有1瓦 電壓電流就什麼關係 也可以求 看你覺得哪個想法 你才能夠理解 你才會懂 那你就這種方法去做 都可以的 電池提供1.5瓦 燈泡只消耗0.5瓦 這也表示 有一瓦是被電池消耗掉的 那電池要怎麼消耗我的 一瓦咧 我通過電流就是一安培 然後這個電阻不知道多少 合起來要消耗一瓦 那有了電流 想要求電阻知道功率 有什麼公式 愛米方 愛米方 消耗就是愛米方 電流一安培 電阻不知道消耗一瓦 再進去 我總共得到的就是1.5-0.5多用 消耗這麼多 然後電流一安培平方 電阻不知道的 不算再要1瓦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這1瓦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已經說0.5瓦 加上9瓦 對1.5 會不會有一安培 你也知道這叫做1瓦 你可以找得到 就是 我們給各位 講解一次 有內電阻的狀況 那我後面沒有額外再做練習 因為這種題目並不多 可以了嗎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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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